白陆回 李小姐 他喝了鸡尾酒 知患剂在酒精的催发下 反应会比较快 但是剂量少 不会有危险 你带他回房间 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 都别出来 小崽子 你这是看不起我 如果你能保证 在知患剂的作用下 不主动去送人头 那你就留下 闻此 沈卿也二话不说 起身就走 我猜 不是商穷英 嗯 不是他 今晚 是不是左宣他们没来 现在还没来 那 今晚是不是能看见 南洋的眼爷 亲自动手了 这么想看我动手 动不动手不重要 主要是想看看 男朋友身手怎么样 想看我的身手 不该在这种地方 李小一时没反应过来 直到目光相撞 才隐约读出几分 暧昧的意味 他清了清嗓子 没出声 约摸过了十分钟 一阵稀稀疏的声音 从海景别墅的后方传来 如果动手 不准受伤 你也一样 话落得瞬间 海景别墅周围 瞬间引出了一大批打手 出现的刹那 就直接逼近商欲和李翘 但李翘和商欲 并没有任何动作 反倒是三助手 率先冲了出去 整个别墅门前 瞬间陷入了混乱 不到三分钟 七八名打手 倒地不起 而刘云 望月和洛宇 还在竭力地与对方周旋 看样子 刘云他们短时间内 没办法脱身了 想进去 可以试试 这群人 身手不赖 这是我给你买的衬衫吗 没错 别弄脏了 你后面来人了 好 听你的 他便说 便用掌心 用力捏紧持到人的手腕 明明很随意的动作 却伴随咔嚓一声 对方的整条手臂 以诡异的弧度 向外弯折 从关节处齐根断了 哀嚎声乍响 商欲甩开对方 向前一步 扶手在他唇上 用力损了一下 乖乖呆着 李翘含笑不语 却在商欲转身的刹那 抄起桌上的酒瓶 对着左侧携来的黑衣人 毫不迟疑地 砸在了对方的脑袋上 恐怕有人不想 让我乖乖呆着 别说声 话落 两人便加入了战斗 李翘吊倒了一人之后 转眸开始寻找商欲的身影 直到一个枪口 顶在了他的太阳穴上 都住手 所有人瞬间停下了动作 商欲站在人群之中 又按道望不见底的深眸 掀起了狂风巨浪 怎么这么不小心 啊 又敌出洞呗 伴随着他的感慨 那名持枪的黑衣人 都没反应过来 只觉得眼神一晃 手腕一疼 枪没了 顶尖一看 哦 在他自己脑门上